近日两宗新闻评论,一宗批评港府去年放宽安保,令600万元以上住宅成交比例急增,另一宗批评楼岸压力测试,认为应该放宽,令更多人可以入市置业。 两个批评的方向完全不同,但都将房屋问题的焦点放在暗揭政策上。 但他们可能都触错用神。两个评论由不同的人作出,方向也是完全不一样,第一个评论认为楼岸限制不应该放宽,原因是经济下行,使用高乘数岸揭入市的买家更易成为负资产,更多买家成为楼奴。 第二个观点认为楼岸限制,尤其是压测应该放宽,令更多有需要置业的买家,在楼价持续上升时,可以提早入市。 两个评论的着眼点不同,一个着重楼岸借款人的风险,另一个在意准买家的入市难度。 但必须指出,两者极难平衡,当放宽楼岸门栏,令置业借款难度下跌时,受惠对象也必然包括本来财力欠佳的家庭。 相反,收紧案揭门栏,也必然会推迟部分家庭的入市计划,结果每当楼市措施有改时,都会引起合理批评,收紧的话,被批评令小市民难以入市,放宽的话。 被批评令银行体系乃至个别借款人风险增加,而在控制风险之外,官方楼案措施多少有点压抑楼价的目标,又要楼价,风险受控,又要用家不至于入市无门,令情况更为复杂,而更根本的问题,可能不在楼市政策,而是当年以来房屋土地供应不足,结果是楼价持续上升。 楼房成为投资工具,放眼未来,只要住宅供不应求的情况持续,楼案措施无论向哪一个方向更改,都一样会洞接得够,只有在供应增加,市民对于楼价会不断上升的预期消退,楼案政策不必同时顾及太多自相矛盾的目标时,情况才有可能改变, 与其将焦点集中于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目标的帮揭政策,不如探讨如何有效增加住宅供应,至少目标更单一,更易达成共识。 谢谢你 化做 4 冬 content 味别 感觉 可能 我 感觉 嗅 感谢观看